其實現在中午時間外頭蠻多地方 天氣蠻不錯的 但今天主要是個東風偏東北風的環境 所以有些地方天氣相對來說 還是蠻不穩定的 只是幸好這個華南水氣已經慢慢減少 所以只有迎風面雲量比較偏多 整個東北角 宜蘭跟北花蓮 沿岸的降雨機率相對高一些些 至於到臺北偶爾會有一些飄飄雨的狀況 但這狀況也不太明顯 稍早甚至已經有陽光露臉的狀況了 鎮雨在桃園山區以及中南部山區的午後要注意了 會有一些熱力作用發生 會有一些短暫鎮雨 只是禮拜三開始這個天氣要好轉了 東北季風減弱之後 風向轉為偏東風到東南風的環境 整體環境是比較偏乾轉乾的狀況 所以東北部的降雨也明顯減少了 西半部是更為穩定的天氣 而禮拜四天氣更好了 不排除了秋老虎發威 各地高溫都有機會上看30到31度 預計下一波的東北季風 在禮拜天或下禮拜一才會再增強 到時候又會降雨 所以到時候看起來目前強度也是不大 所以今天開始大概禮拜一禮拜二的天氣相對不穩定 禮拜三天氣會更穩定了 至於菲律賓東方的一個大低壓帶 目前發展是蠻不明顯的 目前是不需要多做關注 接下來關注的是外頭的氣溫了 像現在很多地方溫度其實持續的上升 白天高溫都有機會來到30 31度 而最高溫現在是出現在 平東縣的常治鄉32.6度 高雄其今有32.4度 不排除在兩點之前 這溫度有可能持續飆高 但還是要注意了 夜間浮售冷卻效應 低溫普遍都大概20 22度 今天在新竹關係還有吉隆七度 低溫都18.5度 日夜溫差都有可能10度之多 只是要提醒您 今天在中南部其實屬於一個被封面 大氣擴散條件偏弱 所以污染物流累積 加上有一些臭氧的產生 所以對過敏族群來說 可能會蠻不舒服 出門最好還是戴上口罩 接下來透過雷桃會波圖提醒大家 今天其實主要是迎封面 像是看看在東半部的海面 是有一些雷雨孢 但幾乎都在海面上 所以這個降雨是非常零星 最後在新北市萬里跟京商 大概累積雨量十幾二十毫米也不多 花蓮風冰也有降雨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 其實這個東北季風 在持續增強的過程當中 是今天跟明天影響我們比較明顯 禮拜三開始天氣幾乎都會好轉 到時候只有一些零星降雨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氣溫 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零星降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降雨機率 桃園新竹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中台灣都有機會看到陽光露臉 二十到三十度 流月日夜溫暢有十度之多 至於在南台灣的部分 嘉義台南高雄二十一到三十度 屏東二十三到三十度 至於在東半部的部分 宜蘭花蓮台東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宜蘭降雨機率高了百分之七十 至於離島部分 澎湖金門連江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降雨機率都是百分之十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